华联先议会定期大会 先议员赖国祥针对地方创生产业 以及辅导原住民部落观光产业提出建言 希望各局处协助原住民乡亲 活络地方产业发展 华联先议会定期大会 12号第三位咨询的先议员 是由赖国祥 首先针对原住民这三年多来 向中央争取地方部落基础建设 虽然达到79.58% 除了肯定之外 也许军民署能够继续加油 希望能够达到百分之百的执行力 另外针对地方创生和原住民部落产业 希望各局处同盟能够辅导原住民朋友们 开创部落的新型产业 有关于地方创生 地方创生是对我们青年回流 还有能够照顾地方 能够在地方生根工作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计划 那我们国发会提出了 这一个地方创生计划在111年1月以前 已经核定了全国有很多的单位 那么花莲还是占少数 那么在今年5月4号 国发会又同意了 核定了花莲也只有三个地方创生的团体 但是这些地方创生的团体 都没有我们花莲县政府来辅导协助的 这是让我们非常痛心 所以我是特别强力的要求 我们花莲县政府已经成立了这个地方创生委员会 就是根本就是希望 我们花莲县政府能够多关心 在地的年轻人他们的想法思维 如果有不足的地方 希望花莲县政府能够做好辅导和协助 甚至提报计划的工作 尤其有很多已经成立很久的 比如高山森林基地 他们的环境现在是有困境的 比如土地的问题 露营区的问题 还有其他酒庄酿酒的部分 也是有很多种种的困难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花莲县政府 要协助帮忙的地方 那么第三个讲到我们花莲的观光 我们常讲好山好水好人家 但是我希望花莲不会无聊 为什么要提到这个观光呢 我们办了那么多的大型的活动 花了这么多的预算 可能都有上亿 每年每年 但是这些都是我们花莲县的观光基础 这也是好事 但是我们也希望 能够挹注更好的地理环境的人文 历史 还有我们各个地方的故事 加租进来之后 拍摄成一个影片 把这个影片投入到我们所有的大型活动 当做一个背景 我相信这样的活动 可以吸引更多的观光客或是人潮来花莲观光 这是我们一个很好的契机 我们不要为了只是吸引人潮办一些小活动 放放鞭炮而已 那都是虚假的 那么再来就是我们要让我们能够成为低碳 低碳的城市 绿能的城市 在交通上面 我们如果今天办一个大型活动 也希望我们观光旅游处能够好好的思考一下 我们交通的接驳方面 是不是能够朝着电动车或是其他的方式 来让我们整个交通能够动线的更流畅 赖国下上任三年多来 已提出多项建议都是环绕者部落产业 尤其是其美部落的产业道路 年年崩塌 年年修复 并没有争取一笔大的机会 来一次解决地方需求 也希望原民处能够多加把劲 来为原乡建设来努力 记得终于欢迎收视频道